今天让您讲到这儿 我们继续接电话 北京的观众 丰先生 丰先生 您好 我简单提点问题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 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西洋独立的话就是说 从可行性 合理性 还有必要性上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就是说 说法就是说我很想听您家庭的话 就是说对这个题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好 您的问题又听清楚 我们再来接一位观众的电话 然后一起回答您这个问题 下一位是湖南的观众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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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阿勒文先生 您好 我想就是说 这个西洋独立这个问题 我想主要的就是说 维博尔州人想单独的 这个解决他们这个民族问题 我想是不可能的 只有和汉人的老百姓一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有时候这个少数民族呢 你像我们汉人呢 上大学也必须要学英语 那我们不能说就是强迫我们学英语 这个世界的发展呢 需要 所以少数民族呢 学习汉语呢 他过去在科学技术方面 有些落后的地方呢 这也是暂时是没办法的 你这个班大学呢 应该少数民族 你们自己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班大学 可以用你们 维博尔族的这个语 班大学 那当然是更好的 如果是没办法的话呢 那只能够 暂时接受 清学汉语 然后呢 再见你们 又维博尔族 当大学的这个理想 好 湖南的张先生 也是因为这个线路上的 线路上的观众听众还特别多 让您讲到这里 刚才这个两位观众 实际上都谈到了一个 一个话题 就是新疆 你经常是 在节目中经常说的是 是叫东吐鸦 应该不应该独立 有没有这种独立的可能性 世界维卧尔代表大会 对于新疆的地位的 官方的立场是什么 还有您 作为副主席的 美国维卧尔联盟 这个机构的立场是什么样 这个独立的问题 1949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 有这个东土耳其共和国 它是包括威瓦尔族人 它和别的一些 这个在当地生存的一些 这个少数人 它也和这个国民党 做过战争 但是在49年呢 斯大林决定跟毛泽东 就是结盟 斯大林就决定推翻这个 把这个 共和国把它并为中国的一部分 后来中国的解放军 就占领了这个新疆 在49年的时候 在苏联的支持下 而且是中 他们呢 就是占领了 这一地区 所以呢 大部分的 维吾尔族人就认为 东突厥是被中国人占领的 他们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支持 而的统治 1955年的时候 他给 把新疆地区定 定义为是维吾尔族自治区 维吾尔族人认为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中国政府承诺了 他们的一个自治性 他们可以自己 做出很多承诺 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控制当地的 政治经济 自然资源等等 但是 60年 过去60年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所谓的自治区 不是真正的自治区 是一个假的自治区 中国 政府甚至用这个自治的体系 来压迫维吾尔族人 他们从来没有尊重 中国的宪法 或者是自治区的自治法 那么在别的自治区 也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 去年有西藏的事件 今年呢 在东突厥的世界 也显示了中国政策的 这种失败 那么 1991年 前苏联解散了 当政府 来压迫不同的民族的时候 乌兹别克斯坦啊 吉尔吉斯坦等等 那么在 新疆也有这些民族的人 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么当 前苏联解体以后 这些国家都宣布了独立 那如果以前的前苏联 把他们作为平等的公民 来对待 来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文化 宗教等等 可能今天 这些 现在的独立国家 还是苏联的一部分 他们不会导致前苏联的崩溃 那么这种情况 也会发生在中国政府身上 那如果 中国政府 他只是 为了要求所谓的 稳定 来 压迫 维吾尔族人 压迫别的少数民族 把我们当作动物 来对待 那如果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 在这样的政策下生活 他肯定也是希望 自己成为这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这是中国政府 逼迫这些少数民族 来争取独立 因为他们不再相信 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 能够和平的 和谐的跟别人一起生存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价值 宗教文化都不被尊重 但是 尽管现在情况那么的严重 我们的立场 不管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还是美国的维吾尔联盟 我们也是很和平地争取 维吾尔族人的权利 还是作为 如果维吾尔族人最终觉得 他们要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的生活方式被 中国的政府尊重 他们可能会选择 还是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最终 中国政府不停地就说 维吾尔族人就是宗教极端分子 分裂主义者 恐怖主义者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掉 那么 这个 我们只要新疆的自然资源 我们不需要他们人 那么 最后呢 他们 从长远来看 对于维吾尔族人 有什么选择呢 他只能选择要求争取独立 好 我们继续接一下电话 下一位是内蒙的一位观众 内蒙观众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是 请假 你好 我想 跟嘉宾说两句话 您知道嘉宾 你可能出国时间很长了 您知道你们的兄弟 维族兄弟 或者新疆的兄弟 在中国大陆做些什么吗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的孩子 家长领着孩子在大街上 去偷东西 别人反抗的时候 家长就出来站出来 站出来如果有人反对的话 跟他们抵抗的话 他就会拿着刀子去捅 我可以跟你说 我亲眼看见 我们的蒙族兄弟 倒在地下 身上沾满了喧血 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谢谢 好 这是内蒙的一位观众 当然我也会来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我是很感谢这位内蒙的听众打电话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蒙族人 那么在那麽族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蒙族原来是当地的最大的一个民族 但现在80%到90%的内蒙的人口是汉族人 蒙族人就跟满族人一样 他基本上也是要马上被同化 所以现在越来越少的内蒙古的人能够说他自己的蒙语 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傀儡 那么你也谈到了威吾尔族人在一些中国的东部城市的这些问题 那么在中国的东部包括一些大城市 比如说北京上海等等 有很多威吾尔族的孩子呢 是被人家 人家 人家